单赛季2000分 说实话能做到的人真不少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你场均30分出战70场左右就能达成 现在场均30分真不是什么难事 未来得分不会低于场均30分 但是单赛季3000分那就是巨大挑战 NBA75年历时也就两人解锁此成就 现已无人做到 那这两位大神是谁 我们来认识一下 首先就是远古的张伯伦 在他的时代想得分 真的就是喝水一样简单 单场100分他都能做到 单赛季3000分更是小儿科 他在1961年至1963年这个三个赛季 连续三年得分破3000分 特别是1962赛季更是达到了4029分 他一个赛季就比很多球星三个赛季得分都高 真的是得分高手 还有一个估计都猜到了 那就是乔丹 乔丹可是手握十次得分王 关键场均得分30分还是历史第一 15年生涯他都在疯狂得分 如果不是巅峰退役了 4万分估计都实现了 乔丹出道进攻就巅峰 之后赛季技术还在提升 在1987赛季进攻来到巅峰 这一年场均37.1分 达满82场比赛 一共3041分 这也是近30年唯一的一次单赛季3000分 很多人以为会有科比 毕竟他有过单场81分赛季 在这一年场均更是35.4分 但是很可惜 场均得分低了点 出场数也之后80场 想要破单赛季3000分 82场全勤必须有 场均得分至少36.8分 科比距离神迹就一步之遥 本来哈登有望实现 在火箭时期他进攻太猛了 在19赛季场均36.1分 让人看到了希望 但是他只打了78场 出场出明显不够 在哈登之后 至今就没人有一点点希望 能单赛季破3000分 必须是爆炸进攻加满琴的出场数 才能实现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出现 这样一位怪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